另外星期二缅甸的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季在英国继续他的欧洲之旅 那么在离开英国将近25年之后 昂山素季将要在英国与他的家人团聚 昂山素季在牛津与家人团聚前 他在伦敦的经济学院出席了一次座谈会 昂山素季在星期二也度过他67岁的生日 那么星期二晚些时候 他将在伦敦对英国议会两院来发表演说 通常只有外国险要才能获此殊荣 昂山素季在英国生活和学习多年之后 在1988年返回了缅甸来照顾他患病的母亲 他最终成为缅甸的民主运动领袖 而在以往的20年期间大部分时间 他都遭到了缅甸军政府的软禁